据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的报告 预计2024年越南稻米产量将达到4300万吨 这一产量足以暴政国内消费和满足 向国外出口大米800万吨以上的需求 今年前四个月 越南大米出口量达323万吨 增长11.7% 出口额达20.8亿美元 同比增长36.5% 这一成绩得益于大米出口平均价格较年促增长22.2% 达到每吨644美元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预测 天气不利 供应不足 多国进口大米增加粮食储备 还有一些国家进制或先制出口 加上全球多处冲击不断 导致今期世界大米市场持续活跃 预计2024年全球大米短缺 约400万吨 这位越南及其他大米出口国创造了机会 2024年 在确保国内粮食安全的同时 越南还可以向国外出口超过800万吨大米 2024年越南出口大米仍主要来自九龙江三角洲地区 预计2024年该地区大米出口量将达约460万吨 其中优质大米出口量约320万吨